剛剛講的 今天對那個同學比較抱歉 就覺得 我們都沒有介紹到可以用的 那其實現在線上服務或APP其實也蠻多的 那我介紹一個我比較常用 那也覺得 他比較OK的就是叫Photo 這個 這個 要不要有一個免費線上服務哪裡有 這邊 你把它點開 點開呢 這個 這個 你可以直接開興奮頁沒關係 就沒有把它開在OneNote裡面 就按上面這個興奮頁 把它開在獨立的一個頁面就好了 好 那這個呢 這個 雲端平台跟各位用的 APP有點像 因為他也真的有APP 所以 一般的像這些編輯啦 拼圖 這我就不用講 我們要的是右手邊這個設計 還要的是這個設計的功能 你把它點進去 你可以先註冊一個帳號 好可以註冊一個帳號 那 他本身呢 你如果註冊的帳號 你可以存檔 就直接存在雲端 就直接存在雲端 所以你走到哪裡 反正不用裝軟體 我只要登錄就可以使用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 你看這邊 有沒有有做海報的 有做Logo的 有做什麼 Facebook封面 YouTube頻道封面的 對不對 這裡都有 你再往下還有賀卡的 還有什麼 那個 社交平台就是我們講的 社群 社群平台的 然後呢 還有 Facebook封面啊 活動啊 是不是連 網路上的都沒照顧到了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去選擇 選擇比如說你現在辦活動 那你要把它貼到什麼 我們Facebook上你可能做一個專區 做個粉絲頁 或是一個社團 那我就來找一個 Facebook封面的 你一滑過來 你就知道 原來 Facebook封面就要這麼大就好了 851乘315 有沒有 你就點下去 這個就是純粹都雲端的 所以你用平板其實也可以 OK 那我把這個關掉 你看左手邊 請問有沒有範本 有沒有一堆範本在等你 對不對 但是記得 有鑽石的 是要花錢買才有 就是不是一般方案的 不是免費方案的 是付費方案的 所以你就找找看哪一種 假設你要這個你就點一下 他就幫你掏進來了 是不是就進來了 你只要負責改就好了 這樣沒有簡單嗎 那 你看我們左手邊 左手邊 第一個是範本 第二個 還有沒有一些 貼紙就是我們講的 PNG的 插圖 你可以選擇這邊 你看 有新的 Grid 有沒有不同的 版面的 然後呢 有基本形狀的 然後我們就往下走 箭頭 社群軟體 我看一下有什麼 比較會用到的 這個 Dairy的 新型 對不對 你要哪一個 點一下 有沒有就進來了 自己弄 有沒有都是具備好的 這個可不可以改 當然可以改 文字才好玩 我可以講 文字 這個地方 你看我點到它 底下 往下走 往下走 各位有沒有發現 有資源中文 這很重要 好嗎 中文的字體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就可以用到 比較方便的中文字體 你可以自己打進去 那如果呢 這些圖目還不能滿足你 怎麼辦 不要忘記我們的右手邊 可謂自己 把你的 PNG圖 揮進來 當然可以喔 所以你把它點一下 你就可以把 我們剛剛這邊的 你看我們可以把 比如說這個花 好這一張 Christmas 把它點進來 好上傳了 請問有沒有就進來了 所以 今天的延期不會做海報 沒關係 PNG一定要認識 今天你不覺得我一直在講這個格式嗎 因為真的很重要嗎 事實上還有一個格式我們剛剛講的 SVG SVG是像樣的 也資源 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的圖庫裡面 有一個 這個我剛剛沒有特別介紹到的 叫做 OpenClipArt 我沒有放在裡面 好吧 沒關係 我直接找給你看 有一個 你找這個關鍵字 OPESClipArt OPESClipArt OpenClipArt TLiP OPESClipArt CLiPART 這個呢 就是類似微軟的 美工圖庫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 免費的Office 可是它裡面沒有那麼多圖庫 所以呢我們 OpenClipArt就是來補足這一塊 那它裡面這些圖都是像樣的 你可以把它下載成點陣圖 也可以變成像樣的 你看這個 變成這隻魚的 好像我們剛剛有做過文字雲有沒有 對你看 真的很多 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找 關鍵字 當然這邊還是要找 英文啦 還要找英文的才會找到 所以你找到你要的 一樣 點到它 你找到你要的檔案之後 我們在下面這邊 就可以把它下載 下載哪種格式 PNG SPG都可以 連PDF也有 所以如果我下載的是 SPG也OK喔 你看我把它下載SPG 連微軟 自己的WMF有沒有看到了 好我就下載SPG 嚇一跳 按右鍵 然後存起來 好的我存起來之後呢 其實我可以拿回我們剛剛的 這裡來用 因為呢 Photor也支援SPG 我看一下 沒有進來嗎 應該有 保入 我記得他是有支援的 沒有進來 沒關係可能 我再確認一下好了 你也可以再試一下 就是如果他有支援 進來之後就可以在裡面直接用 這樣放大縮小就不失色 這樣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你看我們今天 這邊 請問 請問